来那个我现在要打电话给我们的警官 大家稍等片刻 我直接来在我们这里来拨打一下 希望我们的警官能够接听我的电话 大家稍等一下 哈喽你好警官你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你好我是杨阳警官你好 是是是 现在这个我们是在直播当中 来我接近你的电话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有关这个香港警察 开枪这个实弹这个射击的示威者这件事情 之前跟您沟通过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想请您从美国警察的角度 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件事情 我首先想请问一下您 对于这件事情您是怎么看的呢 跟我们分享一下 OK首先我要讲的话 我不是在代表我的警察局 我现在在修班一个普通的警察 修班警察的身份 跟你们讨论一下法律上的问题 并不是要跟你们讲这个政治的问题 我不是要偏当哪一边 对吧 只是解释一下法律是怎么样 根据我们加州的法律 我做警察也是十几年 差不多二十年了 而且我以前做警察之前 我也是念学位大学 也是念法律刑事法律学 我所看到的哪一个片段 就是一个示威者 就拿着一个棍子去打攻击这个警察 这是我所看到的 是很多人都不是一个人 对 要很多人 当时以美国的法律的字眼 他们已经不是示威者了 示威者就是拿着标语 叫着口号的示威者 当他们武装起来 开始用武器攻击警察也好 其他市民也好 开始有破坏性的行动 我们就叫他们做riot 就是叫暴乱者 暴乱者 对 暴乱者 所以这一个是一个法律的字眼 我看到的这一个暴乱者 就是拿着棍子 就去攻击这个警察的 那棍子在我们美国的法律上面 是可以是致命性的武器 致命性的武器 所以你用致命性的武器 像我们警察打击的话 在我们家教来讲 我们是可以开枪的 尤其是那个距离节目镜的话 根据我的训练 因为我们常常的训练 每年都有这个枪鞋 也跟那个武器的训练 无论你做了多久的警察 每年我们都要去做这个训练的 我们不单只开一枪 我再开两枪 这个开两枪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buckle tap 就是bang bang 然后我们再看看 达到这个目的没有 目的就是要这个人停止 对 如果这个人没有停止的话 技术袭击我的话 我还可以再打两枪bang bang 这是我们的训练 你们外面人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好 这是我们家教警察的训练 没错 难难有些人会说 他用那个棍子来打你 可以算是不是致命性的武器 这个是完全不对的 老实说 你不要说要棍子 你给我 用我的拳头 我可以15秒之内打死一个人 如果我懂得怎么样打的话 没错 那你们我举一些法律上的例子 好 在那个2014年年尾吧 好像8月9月10月我忘记了 美国米苏里州那个Ferguson 记不记得Ferguson的那个暴乱 当时呢就是因为一个Michael Brown 被当时一个警察叫Darren Wilson的警察打死了 因为这个Michael Brown当时手上是没有武器的 所以呢当地的那个市民呢是非常的愤怒 就去暴乱了 去反抗 去反对跟暴乱 暴乱 我一直用暴乱呢 因为他们有重火嘛 他们有重火 有强有破坏 香港发生情况也是 我看到的是有那个武力 破坏 那个用那个重火 所以呢就那个Ferguson那边的发生的暴乱 有相同的地方 在那个行动上有相同的地方 而当时这个Michael Brown 他冲向这个警察 这个Officer Wilson 他冲过来 往他很快的冲过来 那个Officer Wilson就开了几舱 就把他打死了 嗯 后来呢 虽然有暴乱 但是后来那个检察官呢 根据法律的言官来看这个事情呢 因为Officer Wilson没有做错 嗯 没有做错 所以呢 一直是没有告他的 他没有办法再做警察了 是因为当地的市民反对 那么激烈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做警察 他担任不到任务的 所以呢 他就离开了那个警察局 嗯 所以从这个例子里看呢 法律上看着 当那个Michael Brown 他大概有300磅 的一个黑黑人 冲向这个Officer Wilson Officer Wilson是579寸左右 嗯 大概是1米75左右吧 1米75 而且是大概不到200磅的一个身材的一个警察 所以呢 这个 讲其他的人呢 是比较 格子比较大 对比较有威胁性 那当时的那个法律上面呢 Yen My Officer Wilson 是没有错的 嗯 那另外一样呢 美国的高等法院 也好几个警察用武的案件 做了一个裁判 就是当我们看警察用武的时候呢 不能够用旁观的眼光来看 一定要从几个警察的眼光来看 嗯 我们英文叫 You have to see it in the eyes of this officer yes 当事人的角度 看到怎么动 他的角度 他看到是有人用棍子砸击我 那另外一个角度呢 一般你没有到当个警察的人呢 是不知道的 没有看到的 嗯 就是 如果这个人用棍子也好 用拳头也好 把一个警察打下来的时候 比方说我是当时的警察 这个用棍子向着我打过来 他把我打下去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嗯 不是说我会丧命 而是我身上的武器 完全属于这一个暴乱者了 啊 这是更危险的这个结果 对了嘛 嗯 对啊 又是警察 我一身都是武器 是 我倒下去的时候 我身上的武器全部属于这一个人的 嗯 那我们做警察的眼光是要怎样看 美国高等法院也多次裁判也是怎样讲 你要从officer的眼眼光去看这一个事情 看他怎么样去应付这个事情 嗯 你要知道当时一个警察 香港那几个警察也好 我们其他很多其他我们美国类似的警察也要开枪打死的人了 但是几个警察判断要不要开枪大概只有半秒的时间 是 很多时候法庭用了六个月的决定不到这个警察是对还是错 嗯 你明白我意思了没有 是的 是 为什么高等法院会说要用警察当时的眼光来判断这个事情 不是在旁观的过后我们叫马后炮 对吧 然后来慢慢来看分析这个事情 每一秒每一秒的动作来分析 啊 这样觉得是对 有时候的对这个扩法觉得是有点不公平的 没错 然后我看到这一个片段呢就是这个示威者这个就是暴乱者 就拿着棍子打几个警察 对 打的时候呢他也不是第一棍他就开枪 而且我看慢进时候呢 这个警察用枪指着他好像他还没有开枪就是好像目的是要几个人退 对 但是几个人第一棍子打到他的手上 嗯 他手上一个当时就开了枪了 对 那我不是几个警察所以不敢讲 但是我觉得有几个可能性就是在打他的肌肉 他的肌肉一收紧 把那几个把那几个枪 被动的 那我我跟你讲一个例子就是发生在两个礼拜之前 嗯 当时我们警察有几个枪击训练 嗯 当我枪击训练的时候 当我们要凑凑开始的时候呢 早上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 我跟你讲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对面我是堆着一个把不是堆着一个人 哪个教官叫我把枪拔出来把他来把他向着拔 向着拔 然后第四步动作呢就是要扳着机 我们你们是不是讲扳机是吧 对扳机 扳机就是把哪个手指压在哪个机上面准备射但是还不要射 对 对吧 准备着还不要射 他说扳着机 当我一扳着机的时候呢 枪子弹出来了 也是我还不应该开枪的时候我开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的肌肉比较紧 整个人很紧张 我手指的力量 明白吗 是 所以扳开了出来 有那几个机比我想象中轻了 就是其他并没有说是要用很大的力气 可能手一紧张就会搬动他 当那个人是有一点紧张的时候 我是一上自然出来了 对 我没有准备开枪的 其实我个人两个礼拜前的个人自治的经验 那个叫过来还没开枪再来 你买用 这个还好没有危险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了解到一样事情就是 当那个人比较紧张的时候 你手指放到那个扳机上面去的时候 有时会呢 我的手都没有给人打 前面没有一个人要攻击我 我都可以有点紧张来射了 对没错 OK 所以我在想这个警察有几个可能 我不是他我不敢带他讲话 对吧 对 所以我讲他这一棍打他的手背上面的手 很可能看到只有一手紧就反了几个机 我相信香港没有任何一个警察会想自治是这一个暴乱事件里面是开第一枪的人 对 没有一个警察会想是这一个人的 没错 所以我讲有几个可能性 几个警察根本是没有准备是要开枪的 我给你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警察用武开枪的时候 我们法庭上跟用武专家判断 而且我们叫establish 已经established 一个拿着刀子的人对一个警察杀伤的范围是21尺 21尺 21尺 所以可能讲21尺还很远嘛 当那个警察的枪还没有拔出来的 还在枪袋里面的时候啊 那个一个对方站着一个人 21尺之内 法庭判断establish 21尺之内 几个人是有杀伤力的 因为几个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动作很敏捷对吧 对 很可能几个人是空手道的黑带对吧 我们不知道啊 对不对 我们不知道的 OK 我们知道几个人根据法律 让我们的判断 21尺之内 他是有杀伤力的 可是我唱很厉害的枪袋的时候呢 21尺之内他可以冲过来把我杀死 没错 OK 这个就是加州的用武的一个规矩 所以大家知道 我现在今天给你们解释 都是法律上的要求 明白明白 非常感谢我们这边也有网友说 感谢您的这个分析 非常专业的这个分析 那么在这里我还是想请问您 就是除了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如果您真的是当事人 是香港这个警察的 您觉得看到您的同僚 同事在遭受这样的一个殴打的时候 您觉得您当下如果是美国 他在美国 您应该做什么 是不是也是开枪 我看到有人用冠机冲向我的同事 我已经开了枪了 我已经开了枪了 那我要给你另外一个 我全部都是用事实来解释 这是我旁我自然的意见 多年前我们警察有一个训练 我们叫FATS Training FATS Training 那个就是用那个荧墨 一个大荧墨 就是跟我们人一样那么大的一个荧墨 上面的派的人 是跟我们人一样那么大的 就是我们叫Chenario Training 就是实情的训练 就是拿着那个枪 就是哪种电光枪 就是训练用的跟那个荧墨 有感应到的那种电光枪 然后我们训练的时候 你们给我一个不同的那个Chenario 其中一个我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 我 有人说 绝对发生打架 你赶到现场 当你一到现场的时候呢 我一跑过去 一抓那个鸡脚的时候呢 看到一个人拿这个棍子 在打一个女人 打这个棍子 打另外一个女人 不是打我 打一个女人 我看了大概一秒 一秒左右吧 我就开枪 为什么呢 我开枪的原因是 因为这个棍子 可以随时把这个女人打死的 它是致命的武器 打两罐就死了 对吧 那我跟你讲 这个原因就是说 我开了几个枪 打了几个人 那个荧墨的电子的训练 听起来 那个人被我打死了 就听了 那个教官向过来 问了我一句话 为什么你等了一秒 是说 您跟他说我反应需要一秒吗 还是说他觉得你当下 就应该条件反射的 这个拔出枪来 来把这个人打死 所以我跟你讲的原因呢 就是说 当时教官说我开枪太慢了 是明白 他到底想问我 他说 why did you hesitate 你为什么犹豫了 为什么你犹豫了 因为你当一个人拿着冠军 再打另外一个人 往你的头上 你打过去的时候呢 你根本是不应该犹豫的 所以呢 我给你解释呢 就是我不是在说 香港这边对还是不对 我不是在讨论哪边的政治的恩述 我只是在跟你讲 我这边 我所见到的 我所接受警察的训练 我们警察 家族警察呢 不是说每一个警察局有不同的训练 我们有一个 加州州政府 我们有一个叫 POST-TRAINING POST POST 就叫POLICE OFFICER STANDARD TRAINING 基本的训练 每一个 每一个被讲 加州警察 宣章的人 都要同样的一个 标准的训练 每年有多少个小时分 什么什么什么 是 完全一样的 LAPD 跟另外的 Singabeau PD 还是跟 Long Beach PD 全部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有 这个加州 这个训练 所以我是 前面多年 都是接受POST的 TRAINING 警察学校 出来之后 都接受这个TRAINING 所以就给你们讲讲 解释 这个事情 谢谢 谢谢警官 给我们了解 我们的嘉宾想请问一下 我刚才有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 听他讲好专业 对 很多那个 很多知识 对 很多知识 就是你们在训练的时候 有没有就是 比如说 就针对这种类似于什么 所谓民族示威啊 这种情况 比如说 以前也有占领华尔街啊 这样的 这样的事情嘛 就是有关 西雅图那个什么 92年的时候 LA本地也发生过 对 就是这种暴乱类的这种 这种事情的话 你们一般 警察会怎么处理 就是因为你刚才说 在打那个妇女的时候 那明显是一个叫 感觉是在实行犯罪活动 但是这种是 比如说是在一种 抗议活动中的暴力 就暴乱者 对 你们警察有没有什么规矩 就会有这方面的训练吗 没有了 当你暴乱的时候 你犯了行使法的时候 也不再是示威者了 就是性质已经改变了 对 因为你是因为示威力 可以打人 对 你不是在示威的时候 你在示威的时候 可以中复可以打人 不示威的时候 就不可以中复打人 没有这样 法律是一样的 没错 没错 刚才这个警官也说到了 就是说这个 一个人他如果是说 是一个示威者 他可以举标语 喊口号 可能这算是一个示威者 对 但如果一旦你实施了暴力 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说法了 是的 好 另外一个法律 我再补充很快 好 没问题 你不记不记得1992年 LA riot 是 LA riot的时候 当时 LA警察不够严肃 他们出了一个军队 嗯 有 因为当时 当时呢 因为当时的事情 在暴乱的时候呢 他们有重火 对 有倒坏 就是破坏 对 抢劫什么都有 香港那个情况 强劫什么都有 是跟那个香港那个情况呢 有很多个情况是有一样的 但是重火方面有一样的 跟那个破坏是有一样的 跟欧达其他 那个跟他们一起去示威的人 是有有一样的地方 当时是出了这个军队的 军队出来的 是 所以呢 有人会说啊 出军队就是不对的 没有人 美国人也是过出军队的 英国在香港1967年的那个暴论里面啊 那个也有出英军的 对 对 不管了 要去英军的 对 好 没关系 警官还有一个问题啊 我们这边有网友啊 也说到了一个就是 之前我好像也请教过您的 就是说 之前我们嘉宾也说到 这个名枪示警啊 比如说我冲天开枪 这个在美国是不是不允许的 不允许的 对 因为为什么呢 我跟你解释为什么 法律的观点啊 法律跟我们的训练观点就是 如果你不准备开枪射人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拿枪出来 你拿枪出来 你要准备射人了 这表示说什么 你这个情况还没有需要射人的话 你用别的方式 你不要把枪拿出来 往枪上去有两个原因 一个那就是你子弹上去一定会下来的 对 会伤及无辜 反而更危险 上到别的人 你不知道的 可能会伤到一个无辜的人 你不知道的 如果你觉得 这个你生命受到威胁了 你要拿出来 你要用的时候 你才拿出来 你不拿出来的时候 你就不要拿出来 就是一旦拔枪 你就是要使用它的功能 而不是说只是这个威胁或者恐吓吗 有这个震慑作用吗 对啊 对啊 我们不是 像上面射的 然后另外一样 有人会说 有个人拿个棍子过来 你为什么不用电枪 对吧 我们也有这个训练 我有跟你讲我们的训练 是我们的观点 精彩的观点 你拿着电枪出来 一个几个人拿着棍子会打 我不是跟你们讲 有二十一时的杀伤范围 你拿着棍子跟刀子都一样了 棍子可能会更厉害 因为棍子比较长 对 那如果我们有两个三个警察在现场呢 我们可有可能会拿电枪出来 嗯 有可能会拿这个电枪出来 但是电枪有一个不好处 就是 电枪不一定会有效 如果一个人冲得那么快过来的话 我是不会用电枪的 因为电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你射过去 如果一个人是吸的毒的 还是很醉的 电枪对它可能是没有作用的 没有作用 没有作用的 第二 一个人穿的是皮夹 还是甲克 比较厚的衣服 是没有用的 也是没有用的 而且您之前跟我讲过 电枪 电枪只有一次机会 对 而且如果你射了一发的时候 不行的时候 你没有第二发的 只有一发 对 所以就会给自己到家 那年到了 你再把它放下来 再去拿枪的时候太迟了 你可能倒下去了 没错 但几个枪子不一样 我枪里面我有十四发 对 第一发不行第二 第三第四 我们到了达成任务 我们任务就是要你们停止 嗯 然后呢 当时我看到香港警察 也是做得对的地方 那就是 他李克铁在急救 对 没有作案 你是杂技我的人 我不管你死活 没有 马上吸引急救 是的 我们警察 加州警察也是一样 嗯 不管他几个是多坏的人 多好的人 还是怎么样的人 不管你对他有仇恨 还是没有仇恨 当他受了伤 你就去救他 嗯 没错 警察我们的一个记者 没错 没错 非常感谢 感谢警官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 跟我们说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 谢谢警官 没关系 好谢谢 好拜拜 拜拜